同学们大家好 唐宋是我们历史上文化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了 那么在那个时期许多的诗人就像夏夜上的繁星 个子闪耀着多目的光芒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唐宋的诗歌中 去领略一下路由的一个情怀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题目 秋叶江小出离门银梁有感 好那么在学习本课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我们需要学习的目标 一会证会写本课重点生字词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朗读课 背诵和默写股识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三连结诗意体会诗的韵律美 想象诗歌描写的情景 感受诗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难点 好了那么学习课文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我们需要会写的生字 有哪些 第一个 刃 刃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一个生字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左什么 左略高而右边呢 起笔是略低一些的 我们可以给它主词千刃 千刃 它有什么 万刃高山 万刃高山都可以 好下一个月 月 那么月字呢 是一个上下结构的一个生字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要怎么样 要宽 尤其这一横 要长一些 能拖上且要改下 那么整个字呢 都是居在什么 田字格的中心去写的 好 那么我们给大家组词 五月 哦 五月 还有我们常常说什么 岳父岳母啊 是不是 都是这个月 好下一个 摩 摩呢 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一个生字 半包围结构生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头啊 这个广字 这个里头的笔环也是 比较多一些的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呀 一定要写到部位均匀一些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有两个 木前 里木小 外木稍微啊 略大一点 好 我们给它主词 摩天 哦 摩天 好 你看下一个 移 那移呢 也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生字 半包围结构生字 好 我们给它主词 移望 哦 移望 移漏 都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 本节课我们需要会认的生字 第一个 认 我们刚才说了啊 认字 是千刃 千刃或者万刃高山 哦 刃 下一个是什么 岳 哦 岳 我们应该说啊 岳父岳母 哦 是不是都是这个岳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本节课这个题目的解读 好 秋叶江小 出离门 银梁有感 我们看江小 江小什么呀 就是天将要亮了 天将要亮了 那么离门呢 就是篱坝的门 篱坝的门 好 银梁 那么就是出门赶到了一阵凉风 叫银梁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作者简介 本节课的作者是陆游 陆游 那么 字幕观 好 访翁 南宋 爱国诗人 那么 生逢北宋 灭亡之际 主张坚持抗京 陆游一生 彼根 不错 哦 留下很多诗词 那么 内容极为丰富 抒发政治抱负 反映人民疾苦 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 那么 风格让雄混豪放 洋溢者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那主要作品有 关山岳 士尔游山西村 书粪等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的写作背景 那么写作背景是南宋时期啊 金兵占领了中年地区 此时呢 陆游被霸斥还乡 那么在山野也就是经浙江绍兴 乡下他仍然关注着中原地区的大好河山 也惦念着中原地区的人民 盼望着宋朝能够尽早的收复中原 那是先统一 68岁的放翁 虽霸归山婴 故里已经四年 但平静的村 村居生活呀 并不能使世人的心平静下来 此时 虽直出秋 鼠鼠为人力 那么天气的闷热与心头的肩肺 使他呀 不能安眠 娇小之际 他不出离门 以舒凡热心头惆怅 写下了什么 两首诗 那么这里呢 是选了其中的一首 其中有应该是第二首 我们今天学的是第二首 好 我们先一起来冷送一下诗歌 秋夜将小 出离门 银梁游感 送路由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任月上摩天 一鸣泪尽湖尘里 难忘王师又一年 好 我们先来一起理解一下大义 那么古诗大义先看第一句 三万里河东入海 这个三万里河指的是什么河呀 黄河 黄河 那么三万里就是形容很长很长 是什么呀 夸张的写法 夸张写法 那么据就是三万里的黄河向东流入了大海 好 我再看 五千任月上摩天 那五千任 五千任这里的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华山 华山 那任呢就是长度的一个单位 五千任就是形容什么 很高 很高 好 我们看这个摩天 就是碰到了天 也是形容极高的 同时呢 这一句仍然是用了一个什么呀 夸张的手法 夸张的手法 好 那么据就是五千任华山 高耸都接着了什么 青天 好 看一下诗句的赏息 那么三万里河东不海五千任月上摩天 那么这里就说了 这两句都是写什么呢 写井 写什么井呀 一个是黄河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华山啦 那么这两句写井运用了夸张的手法 写出了黄河之长和华山之高 那么展示了黄河东流入海的磅礴气势 和华山高大威鹅直送入云的雄伟壮地的画面 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也暗含着对大好河山坐入敌手的无比愤慨之情 好我们再往下看 移民泪尽湖城里 好我们看移民 那移民指的是谁呢 就指的是在金统治的地区的元宋朝百姓 我们在这里就称之为移民 移留下来 移民 那么泪尽呢 就是说眼泪都流干了 眼泪都流干了 好我们看一下 湖城就指金统治的地区的封杀了 那这里就戒指金的政权 那简直就是非常的无处不在 非常的残忍了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在金的统治下 移留下来 就是元宋朝的这个百姓呀 在他这个统治下的这个地区 眼泪都流干了 说明什么 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伤心 好我们看 那么在金统治的这个地区的南宋人民呢 在暴政下来 这个眼泪呀 都已经流尽了 暴政眼泪都流尽了 好再往下看 难忘王师要一年 我们先看这个王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南宋朝廷的一个军队 好那么据就是了 他们盼望什么 南宋朝廷可以来什么 的军队来收复师弟 盼望是一年呀 又一年 他们非常期盼 好我们再来统一的这个诗句 上期一下 第一个 移民内境湖城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就说呀 那么内境呀 这块用了一个什么 类境是吧 那么类境呢 运用了非常夸张的一个修辞手法 那这个词呢 也是将中原广大地区的人民受到的压迫的沉重 经受折磨历程的长久 期望什么 王师收复中原的坚定信念和迫切的心情 都淋漫离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主题思想 那本节课呢 秋夜江小 出离门 银梁游感 这种诗是由什么呀 由景及人 有景及通过呀 首先对我们祖国这个壮丽山河的一个描述 那是什么 说 写了我们的黄河之长和华山之高 那么通过对景和人的一个描述来什么 来形容我们这个祖国壮丽河山 是不是 山河 那么同时呀 也是对移民迫切希望南宋朝统治者收复失地的强烈的愿望的一个描写 描写 那么我们在哪一块呢 就是说这个移民什么 内境是吧 湖城里 内境湖城里 就这块就显示了这个移民的迫切希望 是不是 后来是什么 盼望一年又一年 盼望一年也就是希望能收复失地 强烈的这个愿望 是不是 好 那么同时也表达了陆游 这个诗人爱国和忧国忧民的一个思想感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课外拓展 同时还是秋叶江小 初黎门一两个 这个是奇异 也就是 这是第一首 那么这首是总共什么 有两首 我们课文刚才学到的是第二首 现在我们来大概的了解一下 第一首 送陆游 条条天汉西南落 窝窝灵机一再明 壮志并来消欲尽 出门搔手 创平生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意啊 条条万里的银河朝西南方向下坠 那窝窝的鸡叫之声呢 在林家也是不断的长鸣 那么疾病折磨我几乎要把什么 救亡壮志 消敬 但是呢 出门 死亡 不禁手搔白发 抱 抱憾什么呀 平生 抱憾平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归纳总结 那本节课的题目是什么 秋叶江小出离门 银梁游凯 那么首先他写井 三万里河写的是谁呢 黄河 那五千任月写的是我们的什么呀 华山 那通过写黄河之长和华山之高来什么 赞扬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壮丽的大好河山 那么同时呢 当他写井完了以后又什么 又借助于人 什么人呢 就是移民 什么移民啊 南宋的 南宋的移民 在谁的统治下 在京啊 在京的统治下 怎么样 以泪尽了 泪尽国城里 泪尽就是非常的伤心啊 在这个暴政下面啊 非常的绝望 非常的伤心了 那么南望王师 望谁呢 望是吧 南宋这个军队啊 来把收复 收复中原了 所以哦 忘了一年又一年啊 好 那么通过写景和叙事 把这个整个古诗呀 就给我们了解清楚了 好 那么这个古诗就判 那最后 这个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 祖国山河 壮丽期盼 收复师弟 收复师弟 好 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 典型的提解 田控 本诗作者是谁呢 我们刚刚说过了 哦 本诗的作者是 陆游 哦 陆游 那么字 不关 放风 还有什么 是宋朝 主名的诗人 宋朝 那诗中描写的 河指的是 黄河 月指的是 华山 那表达诗人对 沦陷 屈人民的 深切的同情 我们就说 这个路由是什么 忧国忧民 对不对 那期盼收复师弟 实现祖国统一的诗句 是什么呢 我们看 一鸣泪尽 湖尘里 难忘 往事又一年 好 那么这个考点呢 就是对诗人生平的了解 和对诗句 内容的一个理解 那么本诗的作者是 陆游 自物观 好放风 是宋朝著名的诗人 诗歌中的 河指黄河 月指华山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道题的一个典型提解 翻译下列诗句 第一个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任 月上摩天 这两句都是写什么呢 我们先说了 是写井 写什么井呢 黄河和华山 好 我们首先要掌握 这道题主要考虑的是 我们对诗句的一个理解能力 一个翻译能力 也就是一个 这个语言组织能力了 那么实现掌握 诗句中的重点的字词的意思 那三万里河指的是黄河 五千任月指的是华山 摩天就是什么 碰到了天 新龙亚都是极高 那么这一句整个呢 也是用了一个夸张的说法在描写了 好 我们看 那么答案就是 三万里的黄河 向东流入大海 而五千任的华山都高耸 接上了 青天 好 我们看第二个 移民内境 胡城里 南望王师 又一年 好 我们看一下 仍然是考察我们这个翻译能力 翻译能力 像我们要理解句子才能翻译 对不对 好 那么理解呢 也就是掌握诗句中的重点 字语的意思了 移民指的是谁呢 就指的是在京的统治地区的原宋朝百姓 我们称之为移民 移民 好 累计就是眼泪都流干了 胡城呢 借指金正 王师指的是南宋朝 南宋朝廷的一个部队 好 那答案就是 在京统治的地区的南宋人民呢 在暴政下眼泪都已经流尽了 那么他们盼望呀 南宋朝廷的军队来收复师弟 盼了一年又一年 好了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